位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 全市第一座宠物公园预定地 目前已经整好地 也已经搭好两个大型围栏 一边规划为大型犬只运动区 另外一边则规划为小型犬的运动区 现场也放置 可以让狗狗钻进钻出 攀爬的器材 等待最后安装 而积极催生第一座宠物公园的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邀及市政府惨发处科长 以及体育场场长一起冒着 湿冷的天气 特地到现场巡视紧盯进度 惨发处方面也给出答案 三月可以完工 五月可以正式启用 经过我们的努力之下 现在的整地都已经做完成了 那安装 现在看得出来 我们都已经在安装周边的围栗 还有一些周边的动物的邮具 预计在三月底的部分 就来做一个完工 那我们市府还有一个验收的程序 那我们预计会在五月来做一个正式的启用 我们基隆市首座的重工园 即将要这个来做一个完工 那已经从2022年的八月开始提案到整个申请 然后包含之前的那个程序有点稍微往后延了 那但是好事多磨 那我们准备在这个 惨发处这边 预计是三月底 整个工程会做一个完工 那最后办理验收 完毕之后呢 大概会在五月来做一个正式的启用 那后续我们也会再持续 让这个宠物公园 在我们本市的各个区 希望都可以开发结果 都各有一座的这个宠物公园 但是我们目前狼狼区的这个首座呢 那我们会希望说它是一个 整个都完备之后 是一个很好 适合这个毛爸毛妈们 适合毛小孩来这边放电的一个空间 那包含结合我们整个运动公园 目前已经是一个全灵化的友善公园 那可以让全家大小 带着你的毛小孩们 然后长辈 然后妇孺 然后这个小朋友们 这个全部全家人一起来 这个从那个运动公园来做一个游戏 那这个周边的停车空间 我们也会持续来努力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在五月正式 来做一个启用 然后让那个毛小孩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放电的空间 体育场这边大概会全力来协助 我们这边的成功公园的设置 那现在从大门进来到这边 还有段距离 那未来我们会再做个标语 或提醒那个进来这边的 那个毛爸妈妈 能够在这边做个气口神的动作 避免跟我们这边运动的人员 找到一个界面上的一个冲突 产发处方面也强调 两个狗狗的运动区 目前看起来是烂泥巴 过一阵子就会依照进度 铺上天然的草皮 提供给狗狗最舒适安全的运动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就会发现一个烂闹的情侣 我发现了一个很烂闹的情侣 我发现了一个很烂闹的情侣